最近世界杯的人气刚刚消退 原本国家足球的嘲讽浪潮应该也逐渐消退 然而刚刚推出的一部喜剧电影 《西红柿首富》再次掀起了一场讽刺剧 王多宇最近新电影《西红柿首富》刚刚上映 在短短四天内他突破了十亿票房 在线评级高达九点三点 这部主题以搞笑为主的电影刚刚上映 大量的粉丝涌入电影院 可以说是一票难求 电影中的各种笑声彩蛋层出不穷 让观众从头到尾笑 真的笑掉了大压 甚至让影院将部分精彩片段重访 然而除了搞笑和优落 这部电影还含有一些讽刺和嘲笑 最重要的是 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电视针对国家足球 这让无数网友和国家足球都不平静 国足在这部电影中 有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画面 电影中的一支球队居然使用狗作为守门员 这部电影的背景 无疑是对国家足球的嘲弄和讽刺 国足对于我国的国家足球队来说 真的是很多球迷都感到很无奈 一次次的失败和耻辱 让无数球迷对国家足球队感到非常绝望 但是虽然国家足球队的技术不好 但面对如此公然的讽刺和嘲笑 国家足球队的成员并没有表现示弱 这部国家足球队告临此前曾直接在微博上发过这张照片 告临微博上发了一张电影中的截图 并配文 这队名 这队府 这队标 很有喜感 告临微博图虽然这个微博的语言环境简单而有趣 但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国家足球队 对电影中对国家足球荒谬 嘲笑不示弱的表现 甚至有传言说 国家足球队强烈要求电影下线 在这方面 网民的观点也呈现出双方的趋势 而且评论喜悠参版 有的网友维护电影 也有的网友站出来为国足说话 不知道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本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